此刻 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 已沿着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 向北回归 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横域类大迁徙 2007年 以至班尾成岳 曾创造持续8.5天 飞行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千米的 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记录 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 是他们长途飞行中 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 每到这时 有损也会尾随而至 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横域群 有损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 横域群密而不乱 变幻莫测 不过这一次 有损成功了 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 是典型的河口 滨海湿地 班尾成岳 有着细长的绘 可深入泥沼 搜寻食物 他们最擅长的 是用又长又直的绘 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 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 个头更小 嘴巴更短的玉鸟 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 搜寻最细小的美味 这只黑腹冰玉 似乎遇到了麻烦 他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 为摆脱困境 他不得不转移阵地 反复尝试 一次小小的疏忽 最终竟酿成了一场 超过两小时的 噩梦般的玉棒相争 初一十五长大潮 每当大潮来临 在海潮的驱赶下 玉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 鸟群中 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 这只独腿的斑尾成域 就在努力保持平衡 难以想象 他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 种种挑战 一直坚持到了这里 潮水涨得越来越快 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 早餐结束了 受困的黑富冰玉 不得不赶紧起飞 加入同伴的队伍 短短几分钟 数以万计的候鸟 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 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 不久之后 他们将继续向北 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 这时 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许多苍鹿和白鹿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 繁育幼鸟 东方白贯 是诗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近年来 仅仅在这里 累计繁殖的幼鸟 就已超过两千二百只 这是人们在湿地上 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 又一个新奇迹 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 更多的新生幼鸟 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此繁殖的黑嘴鸥 总数已达一万多只 每到初夏 黄河海的海蛇 便会抓紧食鸡 捕食浮游生物 甚至小鱼 皱纹盘报 在枣类丛生的浅海中 用发达的足迫 紧紧吸附在礁石上 在这里 海水的温度和盐度 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 事实上 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 黄渤海的海底 是中国大陆价的自然延伸 而黄河 辽河 鸭绿江等 众多大河的注入 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 丰富的养分 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联通 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 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 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独具一格的存在 在渤海海峡 高高矗立的岛屿 其实是亿万年前 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 残留下的顶峰 见证了渤海 从陆地到湖泊 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 五月是黑尾鸥 共筑爱巢的时刻 这是黑尾鸥 最关键的繁殖期 时间紧迫 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 却明显不足 一时间洛阳纸柜 先得者 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 保持低调 再加上足够的耐心 这对黑尾鸥 终于达成所愿 悬崖上几乎每一处 可用空间 都已被占用 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 一小片灌丛 也被利用了起来 一种稀有的鹿鸟 黄嘴白鹿 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 黄嘴白鹿全球仅有不足两千只 数量非常少 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 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丸植地之一 不久 黑尾鸥宝宝出生了 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 看上去非常健康 最重要的 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 生怕它们被饿着 初夏 整个海岛 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不久 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 火红的炎帝剪棚 也迅速扩展开来 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 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棲居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